但您关心幼儿的健康就是在台东市 农家诊、肛门、农窗式儿童常见的皮肤疾病 而近来天气炎热高温 也使得上门求诊的病例增加 冬季医院小儿科主任郑毅就建议家长 以水蜜桃、戳法来帮幼儿洗澡 可以预防而且避免疾病复发 小朋友柔柔嫩嫩的皮肤被病菌感染后 形成小农泡或水泡 最常出现在脸部或四肢 有一种水泡或农包的周边会发痒 幼儿容易抓痒在扩大感染区域 前来就医的幼童中 有不少是四肢、脖子、背部都被感染了 近来天气炎热高温 使得农家诊 肛门、农疫这类儿童常见的皮肤疾病增加 平均一周会有两到三个案例 冬季医院小儿科主任正义就表示 其实洗澡以水蜜桃搓法将身体洗净 是最简单有用的预防及避免复发方法 抹一抹之后用手这样子搓 其实有时候搓不太掉 它就粘得很紧 所以第一要用这种洗澡球 小孩当一颗水蜜桃 然后用洗水蜜桃的那个力道 水蜜桃用力洗就皮就破掉了 所以你就是用不能把水蜜桃洗破掉的那个力道 去搓你的小孩 好好洗澡之外 指甲缝里容易藏病菌 亲自经由接触传染病菌 因此指甲清洁就跟洗澡一样 不能忽视 另外若是用山泉水地下水洗澡 建议煮过后再使用 才有助皮肤的清洁 谢谢大家会台东市报道